北部和东半部连日大雨水沟宣泄不及成了湍急小河 游民男子竟然就把水沟当成了滑水道 整个人躺进水沟里顺着强劲的水流往下滑 影片在网路上风传也让民众直说 这样的行径真的是很危险 出发吧 连日滂头大雨水沟成了小河 一名年轻男子竟然直接躺进路边水沟内 整张脸还一度泡水沿着水沟迅速往下滑 利用强劲水流不断往下飘 男子一点也不惊慌 反而相当舒适惬意 就像在玩天然滑水道 夸张行径影片在网路上风传 有网友直呼为什么有免费飘飘河 还有人说这样下山比拓海还快 在这种荒郊野岭 也没有公车 要下大雨 怎么办呢 原来影片中男子跟朋友被困在山上 又没有交通工具 临时突发奇想用飘的下山 怕有什么石头会受伤之类的吧 这样很危险 而且这样子好脏耶 影片源头也出面说明 当时摄影者跟该名友人 在山上某部落走路 雨势太大不能滑手机 该有人蹦出鬼点子 一边请朋友录影 一边躺进水沟 打算用漂流的方式前进 应该很多弯道吧 那他只要一转弯 他就会撞到啦 请他去搭公车 可能会劝导 没办法机制 民众看到影片全傻眼 因为懒得等车走路 在狭窄水沟中停而走险 万一在山中发生危险 恐怕不堪设想 这样下雨林新台北采访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